我們可以看到這是10月19號最新的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夫發言人表示 一架從黎巴嫩發射無人機襲擊的 納坦雅夫在以色列凱撒利亞地區的住所 以軍稍早來表示 當天有三架是從黎巴嫩發射無人機 進入到以色列的領空 兩架是被攔截的 對 有一下沒有攔截到 所以你就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就是 對納坦雅夫的斬首行動 他很清楚你納坦雅夫住哪裡 那我用無人機攻擊你 對不對 你今天這個擊殺了辛瓦 那我今天就對付你 我直接就對你的住所來施攻擊 那雖然說沒有成功 可是我相信對納坦雅夫來講的話 是很大一個警訊 大家知道其實以色列領導精神裡面 不只是納坦雅夫一個 那還有其他人呢 包括他國防部長 包括他國安局 國安部部長 包括他財政部長 講說要餓死200萬的 這個巴勒斯坦的居民來講 那個財政部長 還有其他這些軍事領導人 或者是民間高級領導人 那會不會你們的住所 曾祖堂都摸了一清二楚 他如果說持續 不斷地用這種無人機 對你們來實施這種斬首攻擊 來講的話 會不會哪天就命中一個 這東西很難預料的 那我們在從前幾天發布的訊息 以色列自己發布訊息 他的特拉維夫他也斷電了 表示他的電力供應系統 也遭受到攻擊 所以這次的戰爭跟前幾次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以色列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有沒有能力攔截這麼多的無人機 他就跟每天跟數不盡的蚊子一樣 今天對不對 決決你不把這個無人頭撲滅掉 他明天又冒出來 那不斷地對你騷擾 不斷地對你攻擊 哪一天來講的話 這個一個病沒蚊叮到你身上 如果說因此產生很嚴重的腦膜炎 來講的話 你可能就 雖然說小小一日蚊子 也是一個致命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來講 不想辦法結束這場戰爭 長期來講 我覺得他經不起這種消耗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了 在這個哈馬斯的領袖 辛瓦遭到以色列疾病 那麼現在最新的細節畫面 媒體也曝光了 我們來看到根據以色列病理學家的說法 辛瓦的一根手指被切下一例 來進行DN的檢測 那麼大概他的身上有多錯重傷 但是致命的一擊 還是射中他頭部的子彈 以色列的國防軍也公布了 在這個辛瓦被擊斃的房間內發現的圖片 你可以看到被擊斃的房間 發現武器三支步槍一些彈藥 那身亡之前他戴的槍 穿著是有手榴彈的軍用背心 同時視頻也顯示了這個影片 影片當中呢 就是這個坦克車向辛瓦 他藏身的房屋來開砲 當時除了在這個一些步槍彈藥 還有手錶念珠波糖 以及大概一萬美元的現金 以及非他本人的護照 現在辛瓦呢 的弟弟也曾經多次躲過暗殺 現在大家認為他可能比哥哥還要強 而且很可能呢是接班人 現在傳出這樣說法說 他還躲在加薩的地下隧道當中 那麼至於美國公布犯人萊德就說 美國沒有直接的參與 美國提供了資訊情報幫助以方追蹤定位 辛瓦 伊朗外交部就強烈的譴責 以色列殺害辛瓦的罪行 並且譴責美國提供以色列金融 跟軍事的支持 是以色列的同盟 請再委員 辛瓦 他為他的理念而戰鬥 為他的理念而犧牲 很多行為當然已經接近恐怖 主義的活動 甚至就是恐怖主義的活動 但是他為他的信念 為他的沒有什麼 借這個戰爭而來戀財 甚至於付出他的生命 所以巴勒斯坦老百姓 把他當作類似並不為過 當然不同立場會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一樣道理這也是把辛瓦打死了以後 內坦雅胡在以色列裡面的聲望 突然間飆高 以前人家對那坦雅胡 還是有很多批評 可是在以色列內部 他因此鞏固他的領導地位 比前一段時間被伊朗打的那個摔樣 又恢復過來了 可是美國的民主黨的賀錦麗 也沾了一點光 他們就跑出來講說 這是我們美國情報特戰 幫忙的結果 真的假的不曉得 但至少每一個人都跑來割稻草委 那辛瓦斯對這個整個的局面 會有什麼影響 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以色列繼續會在 加沙走廊進行不間斷的攻擊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處境底下 不管你哈馬斯換哪一個領導人 不斷地換領導人 其實也會使得組織弱化 領導人不斷地被殺死 也會使得組織弱化 所以現在哈馬斯正在弱化當中 哈馬斯如果從加沙走廊消失 其實不意外 但是再隔一段時間 可能會有新的組織在產生 那新的組織產生有多大的力量 那可能是以後的事情 那珍珠黨現在當然是 哈馬斯唯一的真正的支持的力量 因為其他阿拉伯世界也沒有人支持哈馬斯 因為哈馬斯過去的政治路線 不斷地跟其他的團體產生摩擦 所以現在沙特 阿聯酋 埃及 幾乎找不到他的支持者 那這個真主黨就是他唯一的支持者 而伊朗也是真主黨唯一的支持者 那現在這個以色列開始在攻打這個真主黨 那真主黨前一段時間啊 整個領導階層也幾乎被剷除了 所以剩下的有多少力量 就可能在未來幾天內 這個以離戰爭啊 能夠發揮多少力量才能夠看得出來 但是也不可否認啦 就是以色列的情報工作做得很好 以色列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斬首行動也做得很好 但是其他的軍隊能不能如此 納坦雅夫那麼如意呢 我覺得我是懷疑的 是 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請教將軍 那麼黎巴南真主黨呢 在18號也向以色列 法海市以及北方的區域來騎射火箭 那真主黨就說了 這個無人機在10月10日上 突破了以軍的防空系統 根據與建調查 真主黨無人機曾經一度從雷達上消失 之後又在擊中目標前閃現 一次是逆蹤無人機嗎 我特別要講我幾個數據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看一下以色列到底有沒有這能力 這場仗可不可以打得下去 因為現在這次的戰爭 跟這個前幾次的這個以巴衝突 以壓衝突來講的話 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以前來講 純粹就是靠傳統的戰機 跟坦克戰車地面的作戰 然後現在的戰爭是包括了無人機 以及導彈的攻擊 尤其是伊朗在前一陣子用的是 法塔赫導彈 然後對以色列有沒有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們從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來 因為以色列現在來講 跟美國要求的薩德反導彈系統 美國已經給了他一套 今天納塔亞胡又跟美國要 再要第二套 小小一個以色列還沒台灣那麼大的面積裡面 你擺了兩套薩德系統 為什麼需要用到兩套薩德系統 這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以色列在防空方面確實是捉襟艦軸 已經力不從心了 我幾個數據跟大家講 其實以色列的防空一直赫赫有名 大家都認為它是牢不可破 它高空的到大提神以上的高空飛彈 是用它的漸二漸三 也就是說它的愛國者三型的改良型 甚至於他們有傳說中它的性能 比美國的愛國者三號還強的反彈道的飛彈 那中層區域防空也就是它的所謂的大衛投石系統 然後對這個低空防空來講的話 它靠的就是我們所謂經常聽到的鐵蟲系統 那我們講這次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以伊朗來講 對它200枚為什麼它沒有辦法攔截到 其中聽說有30枚法塔赫打到它的地面 然後從它的空軍基地裡面遭受到攻擊情形 也證明法塔赫確實有穿過它的空防 那後續來講 以色列有沒有能力繼續置身下去 我們都知道你要攔截一枚導彈的話 你不要說超高因素就是一般的導彈 大概都平均要三枚去攔截一枚 這個數據這次來講的話 它美軍的數據是2.7枚了正確的數據 因為我比這個我們這個余將軍有研究過 是2.7 攔截一枚 但是問題是說它高空像法塔赫的話 來講它會分離 彈頭跟彈體會分離 那地面雷達有時候你不曉得辨識 說是哪一個是哪一個 所以平均你說一發去攔截一發是不可能的 那以色列來講它到底有多少箭二箭三 目前我們知道的數據 概略有箭二是800枚左右 箭三是700枚 也就是合計它概略有1500枚的導彈 那以伊朗有多少枚的這種這個 它可以攻擊到這個以色列本土的導彈 有3000枚 那你1500枚 你如果說三發攔截一發來講 它頂多攔截500發 那後續來講你可能攔截不到 所以我們也看得出來 就這個導彈攔截的狀況來講的話 以色列可能在長期作戰來講 它可能沒有辦法持續 可能會久了以後它就會有漏洞出來 那我們知道的數據就是以色列生產 我打完我可以再生產 它一個月是生產20枚 那如果說是伊朗這個持續 聯合這個黎巴倫政策長 對它實施用導彈攻擊來講的話 它如果說沒有美國製作 它可能持續不下去 所以為什麼它跟美國要要求 第二套的SAD系統要擺在這邊來 那第二個我們講說是無人機 無人機也是這次俄物戰爭裡面 才出現的5G 無人機其實有一點 類似變軌飛行的導彈 就它會變軌 它有死角 你要去攔截它 你要計算它的彈道 它沒有彈道 它左邊右邊 右邊左邊低空 你可能這次來講 它閃一下突然消失 其實我覺得以這個無人機來講的話 大概政策長不可能有那種 像解放軍來講 它攻擊11那種隱身的無人機 不可能有 那個是高端的武器 那它可能就是傳統的 一般小型的無人機 可是它會躲到它的 這個鐵熊的雷達的死角 所以它一閃而過 就是跑到它死角 你看不到 就剛好進入到死角區 然後後續來講 今天就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它三架無人機裡面 去攻擊這個以色列 納坦雅胡的住所 除了 絲址 什麼 刀 Und 我